老夫少妻能否跨越十七年的鸿沟? 古语有云,男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说男人到了三十岁就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四十岁的时候就不会疑惑人生。 可重庆男人冯建偏偏在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产生了大大的疑惑。 离婚三年的冯建在守了许久的空窗后,终于迎来了花开的世界,可这一次他要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女人,竟然比他小了整整十七岁。 面对亲朋好友的猜疑,冯建坚持住了自己的选择。 但是真正迈进婚姻的这道坎以后,冯建才发现,这十七年的代沟不只是深,还很宽。 冯建,重庆人,在一家国企担任中层干部,他的前妻是个事业狂人,十年前他抛下一切去了上海发展,如今已是某外企的华东区副总裁,而冯建依然是事业平庸,毫无作为。 但是,这不影响他热爱生活的心态。 重庆是座宜居的城市,冯建经常去茶馆里坐坐,跟老朋友唠唠嗑。 到了周末,要么喊上一帮朋友去吃火锅,要么扛着鱼竿去钓鱼,日子过得绵远悠长,充满了滋味。 2013年初,冯建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陆小云。 他是冯建一个朋友的前台秘书,样子长得漂亮不说,个头还很高挑,穿上高跟鞋,竟然跟冯建平起。 那次饭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冯建交谈的水平特别高,逗得陆小云笑得前仰后合。 饭后,冯建送他回家,他们俩互留了微信号,一来二去,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俩决定在2015年5月份结婚。 可是当冯建宣布这个喜讯时,却遭遇了亲朋好友的各种不理解。 表哥问,这就是传说中的隔代婚?小鹿这姑娘图你什么呀? 老实说,冯建也整不明白陆小云图他什么。 冯建是有点小钱,也有车有房,可是这类青年才俊多了去了。 从表哥家回来,冯建终于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呀? 陆小云说,因为晚上睡觉时,只要我说,老公有蚊子,你就立即爬起来打蚊子啊? 我就是想嫁一个半夜可以推行他打蚊子,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安睡的男人。 还有,你成熟,自信,稳重,够体贴,够宽容,我和你在一起特来劲。 冯建,啼笑皆非。 婚姻是多么奇妙,但又朴实的事情啊,他嫁给自己,就因为他可以半夜给他打蚊子。 多可爱的姑娘啊。 陆小云仿佛一部永远没有结尾的电影,常常能带来无穷的惊喜,有时候是单细胞一门心思的爱撒娇的陆小云,有时候是因为被上司骂几句而在冯建面前发飙的陆小云,有时候是愤世嫉俗的陆小云。 还有每逢雨天,忧郁情绪就会出来做报告的陆小云,以及喜欢在丸子咬的地方掐个十字,说是保佑别生暗疮的陆小云。 这样年轻的陆小云,对于一个肌肤精神日渐陈旧的中年男人来说,确实非常来劲。 所以,封建非常感谢90后的陆小云用来劲一词,犀利地形容了他和他的婚姻里所有愉快的含义。 封建决定如期结婚,把闲言碎语当作耳旁风,但是,事事总是不尽如人意。 婚后不久的一个周日,封建和陆小云自驾去一个旅游区游玩,意外地遇上了几个朋友。 大家客套地闲聊了一会儿,便各自散开。 转身间,封建听到一个朋友说, 小陆和老冯站在一起,小陆看起来真年轻啊,老冯就不怕老婆养不住。 另一个朋友结查, 就是,南宝啊,再过个三四年,小陆会嫌老冯老了,偷偷养小白脸了。 冯建又气又恼,但是陆小云仿佛没听见,一脸笑意地望着不远处一个穿运动鞋的年轻男子。 午后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像照上了一层光韵。 是的,上个月刚过二十三岁生日的陆小云,如此年轻漂亮。 而冯建虽然常去健身房运动,但终究不敌自然规律,肌肉逐渐松弛,脸庞逐渐老下。 冯建有些纠结,又有些自卑。 突然,陆小云打断了他的百味情绪,兴奋地说, 老公,你猜我看见了谁啊? 没等冯建回答,他高兴地说, 我看见了我中学时的老同学?太高兴了! 花音未落,陆小云向那个年轻男子走去,竟然没有携冯建前往。 冯建的心,突然隐隐作痛起来。 大约半个月后,一天,陆小云说他要辞职, 让冯建投资二十万到刘喜开的汽车维修厂。 目的,除了能赚取更大的利润外, 他还可以成为维修厂的半个老板。 刘喜,就是陆小云在旅游区邂逅的那个中学同学, 冯建对他印象不好也不坏, 但忘不了陆小云当时兴奋的表情。 冯建皱了皱眉头,沉默不语, 陆小云却仍然在说, 我厌倦了公司里那些爱抢风头, 抢功劳的同事, 也厌倦了职场的尔虞我诈, 我已经不想做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小职员。 老公,你要助我一臂之力闯一番事业呀。 一臂之力,不就是金钱的力量吗? 陆小云倒是直接, 生意场上就没有儿于我诈了, 生意场上同样需要有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惨痛经历。 冯建说, 当初为了说服你父母同意我们结婚, 我可是答应过岳父岳母把你当城堡, 绝对不能让你吃苦受累呀。 所以, 我同意你辞职, 就算累死也要养你, 但是我不会拿钱出来投资什么汽车维修厂。 陆小云撒娇, 要不, 你就当我玩玩, 赚了钱全归你, 亏了钱我一辈子服侍你, 还不行吗? 看似有赚不赔, 但是陆小云又不是不知道, 二十万对于一个中产男人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就算给他玩玩, 也不是这种玩法。 哎, 陆小云还是太年轻了, 封建苦口婆心的劝, 不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急功近利, 要不, 你生个孩子玩玩, 我保证把钱全投资到你的新玩具上。 陆小云瞪了他一眼, 那些年轻人? 我不是年轻人吗? 只有像你这样的人做事畏首畏畏的。 冯建追问,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陆小云脱口而出。 大叔? 中年大叔呗。 冯建的心顿时风中凌乱, 没错, 陆小云是年轻女人, 她是中年大叔, 这是事实, 问题是, 自从那次自驾游回来后, 说不出的忧虑, 就像鬼魂一样, 一直在心里游荡。 现在, 一声大叔让冯建知道, 他害怕赶不上他的步伐, 害怕未来。 冯建皱起了眉头, 陆小云一见, 问冯建是不是生气了, 又自顾自地说, 现在不是流行大叔控吗? 其实他挺爱冯建这个大叔的, 他口里的大叔, 绝对没有贬义。 老公, 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小气的, 不就是一个称呼吗? 陆小云抱着冯建的腰撒娇, 冯建苦笑, 因为年轻, 因为涉事未深, 陆小云才口无遮拦, 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年龄比冯建小, 知道冯建总是让着他, 他才喜欢任性, 撒娇。 以上的以上, 不就是当初冯建爱他的原因之一吗? 所以, 他怎么能生气呢? 如果你爱一个人, 那就让他自由地飞, 很失忆, 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陆小云还是辞职了, 冯建还是投资了二十万, 到那家维修厂, 但是当上半个老板的陆小云, 比在公司做小职员的时候还忙。 冯建开始忐忑不安, 要说四十岁的冯建, 在认识陆小云之前, 真的是有桃花的命, 可总少了结婚的命。 和同年级的女人谈过几次恋爱, 每次总以为能修成正果了, 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双方失去共同生活的冲动, 黯然说了白白。 可是自从认识了陆小云以后, 毫不夸张地说, 冯建的整个神经理, 除了工作, 就是他。 有时候陆小云不在家时, 冯建独自待在家里, 总忍不住想起朋友的那句话, 再过个三四年呐, 小陆就会嫌老冯老了, 偷偷养小白脸喽。 冯建开始怀疑陆小云和刘喜的关系, 可是仔细观察了两个多月, 愣是没观察出有什么不对劲。 而且冯建还知道, 刘喜早就已经结婚, 夫妻关系很好, 不至于为了一个陆小云 舍弃自己的美满家庭。 更重要的是, 刘喜的老婆是单位的人事部主管, 穿大的高彩生。 这样的人情, 刘喜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早就有人替冯建收拾他了。 那么, 我在纠结什么呢? 冯建也整不明白。 那么冯建的婚姻到底能不能长久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